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Linux操作系统的第16讲 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文件目录权限的里面的Linux的文件目录权限的一些相关基础知识 那么我们讲到了在Linux操作系统中 什么是文件目录的权限 对吧 为什么要有这个权限 然后呢 以及在Linux操作系统中权限的分类 以及不同的权限对于目录和文件来说 它的具体的含义 然后呢 在Linux操作系统中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它对于这个权限来说 它是有所属的对象的 那么我们也进行了一个介绍 那么有了这些文件目录权限的基础知识的一个铺垫 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具体的关于文件目录权限的一个命令操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我们针对文件目录权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命令 有常见的就有这三个 一个是CHMOD 一个是CHW1和CHGIP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叫做Charmode 这个命令呢 它是用来修改文件和目录的访问权限 那么既然是可以修改文件和目录权限 那我要问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修改 对吧 意思说你修改权限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是你在修改这个权限的时候 要注意 自己是文件还是目录 对吧 这要注意 第二你既然是修改文件目录权限 对吧 你既然可以修改 那修改你肯定是只能 你只能修改自己的吧 你能不能修改别人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怎么来修改呢 在这个地方这个命令怎么用呢 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 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这个命令是用什么来表示权限的 那么在这个命令使用过程中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字母来表示权限 那如果是使用字母来表示权限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命令格式是什么 Chemode后面跟上 它的权限模式 然后给出一个文件名 那么就来修改这个文件 按照这个模式来修改这个权限 那么这个语法的格式里面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怎么来定义 这个模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代表谁 我修改的是谁对这个文件的权限 对吧 是who 那么who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讲到了 权限所属的对象 有常见的是有四种 U代表拥有者 G代表同族人 O代表其他人 A代表所有人 而这个模式里面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要设置权限 怎么来设置 你是增加减少还是设置权限 对吧 它有三种操作 那么设置权限呢 就是等于 添加就是加 删除权限就是减 然后权限是什么呢 就是RWX 对吧 读写执行 这个模式这个部分 就应该分成这三个部分 来进行设置 那么有了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再用这个命令 来修改权限就很方便了 比如说我可以 Channel的UGOA 然后呢 等于加减 或者是后边是RWX 任意的一个搭配组合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这是我们使用字母 那么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 虚拟机里面的 乌邦图这个系统里面来 我们启动一下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命令窗口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字母的方式 我们来进行全线的修改 怎么来做 怎么来做 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中端2吧 中端2 Ctrl加out 我们再加这个F2 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中端2里面去了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件进行一个操作 好 用命令窗口的WG用户和WG密码登录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我目录上有哪些文件 没有文件了 对吧 那我可以建立一个吧 对吧 建立一个文件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现在这个文件的权限是什么 对吧 LS-L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文件 就是我默认建立的文件 它的权限是什么 默认建立的这个文件的权限 它是 对于拥有者来说 它是什么 读写 对于同主人来说也是读写 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什么 只读 对吧 这是默认的 我普通文件它的权限 好 那如果我是一个目录呢 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是一个目录呢 假设我建立一个目录 WJ 好 我们看一下 有这个文件吧 也有这个目录吧 WJ 对吧 WJTAT 那我们看一下 默认的目录 它的是什么权限 Total 默认的目录 没看到这个权限 新吧 默认的目录 没显 这儿显示的有 默认的目录 在乌班图上面 看不到它的权限 对吧 是个空目录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改变这个WJ的权限 刚才是读写读写 读对吧 那我可以怎么做 假设我要让我的拥有者 不要写权限 对吧 然后同主人 也不要写权限 然后其他人 也没有读权限 对吧 然后呢 针对我这个文件 可不可以 他说不能访问 权限的设置 我们 报了什么错 就是权限设置的时候 我能不能一次设置 这多个 可不可以这样 这样来设 这种语法不对 对吧 如果我要一次设置多个 我要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加豆号 而不是应该加 而不是加空格 我们加豆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回车 OK 可以了吧 然后我们再来仿论一下 这个WJ TXT 我们来 再用这个 LS-L 查看一下 你看他现在 是不是同拥有者 只有读了 同主人也只有读了 而其他人没有任何缺陷了 对吧 你看到了吗 那如果我们再要改 如果我想要拥有者 有 有写 拥有者 有读写权限 读写执行权限 对吧 除非他这个可执行文件 对吧 然后呢 同主人 有读写权限 对吧 好 其他人 有读权限 对吧 文件没写错 对吧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 你看到了没有 当我色为悠悠者 读写执行权限 你看 读写执行 同主人读写 其他人只有读 那这个文件 就变成了什么颜色 绿色 它是一个什么文件 它变成了一个 可执行文件 对吧 因为我设置 它权限为可执行 它就变成一个 可执行文件 绿色了 OK 这个是我们说用 用什么操作 用我们的字母 来表示权限 对吧 那除了用字母呢 我们这个切封的命令 还可以用数字 用数字来表示权限 那么由于我们的权限呢 只有读写执行三个 对吧 那么 我们用数字来表示呢 那么我们就用 每一个权限呢 我们都用一个数字 二进制数字 0就表示有这个权限 在这一位上 有这个权限 0就表示没这个权限 1就表示有这个权限 那么它有三个读写执行 是不是就有三个 0001 对吧 那么就有三个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来表示呢 我们就可以用八进制数字来表示这个权限 每一位上读写执行 每一个权限上 我们用0表示没有权限 1表示有权限 那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三个的搭配 是不是就有八种 对吧 八种 那常见的 如果是指读权限 是不是就是 1 后面两个0 100 100 转换成数字 是不是就是4 二进制 然后如果只有写权限 就是010 010 是不是2 如果只有执行权限 是不是就是001 是不是就是1 对吧 也就是说只读是4 只写是2 只执行是1 对吧 那000到111 一共有多少种组合 对吧 这种权限的搭配 是不是有多少种 有多少种 肯定是八种嘛 如果全部都是0 就是三个都没有 000 是不是就是0 它就是没权限 然后如果只有一个执行权限 是不是001 就是1 如果只有一个写权限 是不是010 是不是2 如果又有写 又有执行 是不是就011 是不是就是3 然后如果只读 是不是就是1004 如果读和执行 是不是1015 如果读写 是不是110 是不是就是6 如果都有 是不是就三个1 三个1 是不是就是八进制的7 对不对 这就是用数字来表示 那我们如果用数字来表示 来改这个权限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假设我现在呢 要对我的这个 WJ.txt更改权限 我们想要怎么做呢 我们MOD 我们希望 它的权限 同主人 这个 如果是三个5 WJ.txt 什么意思 第一个5代表的就是 拥有者的权限 第二个代表 同主人的权限 第三个代表 其他用户的权限 对吧 那都是5 5 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里面 是不是就是101 101 101 是不是就是读和执行 对吧 我们回抽 我们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读执行 读执行 读执行 那我也可以 Chair Mode 644 对吧 然后呢 644是什么 6 是不是110 就是读写 4 是不是100 100 就是指读 那我们再来查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读写读读 对吧 那么读写读读 你看 在我们前面 我们创建这个文件的时候 比如我再创建一个 WJ1.txt 我们看一下 WJ1.txt 它的默认权限 是不是读写读读 对吧 也就是说 644 是什么 是不是文件的默认权限 你看我建立的一个新文件 它默认就是644 不 那个 建立的这个WJ1.t 它默认的是什么 664 对吧 664 而我刚才修改是644 对吧 也就是说 在无邦图下 文件的默认权限 建立的就是664 664 在Readhead下面 是有区别的 Readhead下面呢 是644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好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数字来改这个权限 对吧 用三位八进制数来表示 每一位呢 我们用什么 每一位代表 一组权限 一个数字代表一组权限 第一个数字代表拥有者 第二个数字代表 同组的 第三个数字代表其他用户 对吧 而不同的数字 它对应着不同的权限 对吧 这是前范的 这个命令用的非常的多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是改变某个文件和目录的 所熟的主 就是它所熟的拥有者 那比如说我root用户 有一个自己的文件 拷贝给了徐用户 它为了让徐用户 能够存取这个文件 它必须 这个用户用户 就应该把这个文件的拥有者 设为徐 因为原来这个文件 拥有者是root 你拷个徐后 徐是不能直接存取的 那它怎么操作呢 去用选项文件 用户用户主 就是将这个文件的拥有者 设为这个 选项杆二 用的比较多 它可以一次性 递规的设置 某一个目录下 所有的纸目录和文件的 属主 比如说这个 将这个文件的 拥有者设为它 将这个目录下 这个目录下的 所有纸目录和文件的 拥有者设为它 那这个我们简单操作一下 就是了 那后面我们 在进阶的时候 我们再会详细来讲 那比如说我现在 当前用户是WG 我清了屏了 有一个WGTXT 我们可以看到 WGTXT下面的这个文件 它现在输入WG 对吧 那我们为了 有多个用户 我们这个地方 就提前用一下 这个收度 收度是让我当前 具有管理员的权限 我建一个用户 WG1 建用户WG1 用UserAdd 添加用户 代表创建用户 创建完了 你这个时候 你这个用户是 不能直接登录的 你这一会儿没有密码 你们密码登录不了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可以 给它设一个密码 给WG1设个密码 我们就以WG1 OK WG1 OK 设好了 设好以后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改 改这个 什么 WG1 WG1 这个命令 要改 这个权限 也必须要有 管理员的权限 对这个才能改 对吧 WG.txt 我们将WG.txt 的书 拥有者 改为WG1 好 我们来看一下 WG.txt 你看 现在它的拥有者 是什么 WG1了 而拥有者的权限 是读写 那么也就是说 将来你以WG1 这个用户 登录以后 你可以对这个文件 进行什么 进行读写 对WG下面 这个文件 进行读写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 然后还有就是 更改所属的主 对吧 除了拥有者 还更改所属的主 文件和目录 所属的主 将选项 主名 文件名 就将这个文件 所属的用户主 改为这个 主这个地方指定的 那主名呢 我们是放在 ETCGRAP里面的 GRAP里面 用户信息呢 是放在 ETCPosman里面的 我们后面 还会具体的讲 而且它也可以 一次改多个文件 而它也支持 干二 地规的 改 目录下的 纸目录和文件的 这个用户主 比如说这个 它就将 这个目录下 book目录下的 纸目录和所有的 文件的属主 都改为book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 尝试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wj的拥有者 是wje 而主 是wje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 改变为另一个组 对吧 我们创建一个组 我们创建wje 这个组 它说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创建wje 这个用户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为我 默认创建了 那我就可以修改一下 我们修改 chgrp wje wj.txt OK 我们再查看一下 wj.txt 你看一下 它的文件的主名 所属的主 是变成了wje了 对吧 wje了 那wje主 是具有读权限 也就是 只要是位于wje 这个组下的所有用户 对这个文件 都是都有读权限 OK 好 那这就是 这两个命令的 简单使用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会具体的来 详细的操作一下 这两个命令 那这两个命令 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都必须是要有 管理员的权限来操作 普通用户 是不能直接使用 这两个命令的 那管理员的权限呢 刚才我们讲的速度 对吧 后面我们会详细讲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这一讲内容 讲到这